弄成一艘航母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那沉睡在墨西哥湾海下64米处的美国海军奥里斯卡尼号航母来说 它先是在1953年 刚刚服役不满三年的时候 就被从一架迫降中的FCU海盗船上掉落的通用炸弹给炸开了甲板 虽然三人不幸遇难 不过它连皮都没怎么伤到 接着只过了短短12年 一名海员一不小心点燃了一枚存放在一号机库附近的美制降落散信号弹 慌乱之中它居然没有把它连到海里面 而是扔进了存满照明弹的武器库当中 结果嘛 所有的照明弹都被点燃了 造成了自二战之后最为严重的航母火灾 虽然44人不幸遇难 但航母本身嘛 也就是伤筋动骨了一下 一百来天以后呢 修复完成 它又满血复活 继续复役了10年 直到2004年 海军决定把它变成美国的第一个人工军舰胶石 于是在专业的爆火小组 将230公斤的C4炸药仔细的安装到22处关键位置 并引爆后呢 它终于沉了下去 整个过程用时37分钟成为独一无二的大木胶 可以这样说啊 如果没有弹射器就不会有现代航母 尽管我们自己的福建舰已经用上了最为先进的电磁弹射 但其实蒸汽弹射还是大多数航母上的主角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最早发明 或者应该这样说才够准确啊 最早间接发明了蒸汽弹射器的 是一个从来就不曾拥有过航母的国家 德国 是不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当中呢 那么没有航母的德国人用蒸汽弹射器来做什么呢 用来发射他们的V1导弹啦 二战期间一位叫做梅兹的瑞士工程师呢 在德国取得了一份专利 该专利描述了一种使用带开槽的气缸 来驱动滑块进行弹射的装置 你看就从这个描述身上 是不是就已经跟现代航母上面的蒸汽弹射器一模一样了呢 为了挂住上面的飞机啊 现代的蒸汽弹射器的气缸呢 也是全程开槽的 好 回到V1导弹的弹射器上面啊 它其实是属于一种更为广义的蒸汽弹射器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驱动活塞的蒸汽 不是来自于锅炉里面烧的热水 而是来自于过氧化氢和高蒙酸钾的混合 是的 它靠的是化学反应 在要发射导弹时 两种化学物质被凑到连接着活塞机缸尾端的反应舱里面 它们在这里混合之后呢 会产生大量的热蒸器 这些热蒸器随后就会对活塞的底部 施加很大的压力 等聚集到超过一定的预知 它们便会推动活塞快速移动 而活塞又通过顶部的挂钩 带动安装着导弹的台侧 使台侧沿着斜坡滑轨高速滑行 在到达尾端时才会释放V1的弹体 实现快速帮助其提速的目的了 此时短短几秒钟之后 V1的速度就已经可以达到344公里了 这个可是一个好东西啊 不光导弹好 连下面的弹射滑轨也是个宝啊 二战结束 美军将掳获的V带回了国内 仔仔细细的就研究了起来 发现它的设计正式解决自己 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的航母液压弹射器的 完美替代方案嘛 怎么我们之前就没有想过 要在气缸上面开个槽呢 哎呀 试测啊 但是它们又走进死胡同里面了 因为觉得德国人的化学反应生成蒸汽法呢 不够安全 它们自作聪明整起了火药爆炸法 理由嘛 很简单 火药的能量密度多高啊 那自然就可以让整个弹射装置 从重量到占用空间乃至于到复杂程度呢 都能大大的减小嘛 可是它们把问题想的太简单了 第一 如果只是弹导弹 嗯 还好 因为轨道不长 哪怕开了槽 也还能够hold得住火药爆炸时带来的剧烈膨胀嘛 但你谈的是飞机啊 滑槽就要够长 可一旦长了 那对材料以及结构强度的要求呢 就不是一般的高了啊 总之 它们就是搞不定嘛 第二个 也搞不定的是啊 活塞呢 是有一部分需要伸到开槽外面去挂飞机的 那怎么做到让蜜蜂在其通过室打开 通过之后又再次关闭呢 哎呀 美国人怎么都绕不出来啊 倒是人家英国人虽然也是偷使了德国的技术 却在点开了用锅炉烧开水 为这根开槽气缸提供蒸汽的技能术之后呢 一路走通了 真正发明了现代的蒸汽弹射器 那么今天 其实我们自己也算是点开了一根全新的科技术的分支啊 电磁弹射 哎 它有多好 很多大咖都已经讲过了 我就不再搬门弄斧了 我只是特别佩服啊 居然有人用了6万块积木将我们的福建件 以厘米级的精度还原了出来 真的是太神了 值得大家去围观一下 也值得大家在今天为祖国的国防强大感到由衷的骄傲啊 航母上面的蒸汽弹射器怎么做到右开槽还密封的呢 昨天我发了一个关于航母弹射器发展历史的视频啊 很多留言都指向了如上所述的同样一个疑问 正好它也是我的疑问 所以我当然是要帮大家弄明白的了 看好了 现在它来了 怎么样 是不是更晕了 所以这哪是我的风格嘛 我呢自然是要用3D打印了出来 然后把模型拿在手上给你解释清楚了 这个才是真的来了啊 这个呢是弹射器的气缸 当然受限于我的3D打印机的尺寸啊 我只能从中间截这么一小截给你演示 你看从头到尾这上面都是开了一道槽的 实际弹射器的气缸呢也是这样的嘛 之所以要开槽是需要让在里面运动的活塞能够连着外面的滑块 这样才能够将活塞的运动传递给舰载机嘛 好 这个呢是弹射器活塞模块的其中一部分 这个地方其实呢应该是冲着前面的啊 但是我先反过来让它对着后面好演示一下 你看活塞进入气缸以后 理论上就会被后面的高压蒸汽推着往前快速跑嘛 但是由于上面有道槽 这个活塞后面的蒸汽一看 呦不是还有一个更轻松的出口可以挤出去吗 那干嘛还费劲巴拉的推着前面的活塞跑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活塞根本就是动不了的嘛 那怎么办 只能给它加个盖子 把上面的缝给盖起来密封呗 但是又不能直接贴着这根槽来装盖子 因为你要让这个东西伸出气缸去连接飞机挂钩的模块 能够真的伸得出去才行嘛 于是啊 气缸盖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现在我把整个模型组装一下啊 你看弹射器的活塞呢是这个样子的 中间的结构我尽量做了简化 但是主要功能都在啊 这个地方 前面呢应该还有一个尖锥状的头部的 就像我在模型里面已经做出来了的这样 至于它是干什么呢 就留给朋友们帮我来补充了啊 好 咱们把这个东西呢插到气缸里面去 你看 有两个头子会从气缸缝里面呢伸出来 一个就是这个橙色的飞机挂钩连接组件了 对了 其实蒸气弹射器为了更有劲 是两个气缸这么并列着棒子的 所以旁边还有一个跟它像是镜像了一样的东西伸出来 共同组成一个倒梯状的结构的梯子的那一痕 然后梯子的一束呢伸出去挂飞机了 另一个伸出来的是什么呢 是活塞尾部的密封装置了 它的形状基本上就是气缸盖子的截面的形状了 接着咱们把气缸盖给装上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再从屁股后面来看看啊 基本上整个活塞的后面呢就是密封不漏气的了 因为活塞屁股的截面呢 已经差不多把整个气缸带气缸盖组成的截面都给覆盖完了 哎 除了这边啊 还是有道缝嘛 哎 现在你不往上漏气了 但是要让蒸汽拐过弯向下露吗 当然是不行的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不起眼 但是却非常关键的部件 密封条大显伸手的时候了 你看 往这条缝里面一插 就完全挡住了吧 而且蒸汽的压力呢 还会把它天然的给压紧 就更不会漏气了 只会把所有的力量都传递到活塞上去的 哎 那么 这根密封条是怎么跟这个橙色的 需要伸出整个气缸去的 似乎有你没它 一三不容二虎的东西和谐相处的呢 咱们打开气缸盖来看看啊 你看原来是这样的 它的顶上是专门为密封条的穿过 留出了空间的 而之所以要设计这样的斜坡 就是为了更顺滑的将密封条给顶起来 然后当橙色的滑块通过 密封条又会被活塞尾部的这样一个结构给压下去 再继续回到原来的位置 让气缸再度回到密封状态 哎 咱们把这几个零件稍微固定一下 塞入密封条来看看啊 你看 这是从后面看的状态 完全密封 然后你看这是前面的状态 密封条被顶起来了 从而允许了一个身在气缸外面的结构的顺利通过 哎 是不是非常聪明啊 它呢 这是英国工程师克林米切尔的化名了 可以说啊 航母因为有了它才能变得如此强大 可以这样说啊 如果没有弹射器就不会有现代航母 尽管我们自己的福建舰已经用上了最为先进的电磁弹射 又在情理当中呢 那么没有航母的德国人用蒸汽弹射器来做什么呢 用来发射他们的V1导弹啦 二战期间一位叫做梅兹的瑞士工程师呢 在德国取得了一份专利 该专利描述了一种使用带开槽的气缸 来驱动滑块进行弹射的装置 你看就从这个描述身上 是不是就已经跟现代航母上面的蒸汽弹射器一模一样了呢 为了挂住上面的飞机啊 现代的蒸汽弹射器的气缸呢 也是全程开槽的 好回到V1导弹的弹射器上面啊 它其实是属于一种更为广义的蒸汽弹射器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驱动活塞的蒸汽 不是来自于锅炉里面烧的热水 而是来自于过氧化氢和高蒙酸钾的混合 是的 它靠的是化学反应 在要发射导弹时 两种化学物质被搜到 连接着活塞机缸尾端的反应舱里面 它们在这里混合之后呢 会产生大量的热蒸器 这些热蒸器随后就会对 对活塞的底部施加很大的压力 等聚集到超过一定的预知 它们便会推动活塞快速移动 而活塞又通过顶部的挂钩 带动安装着导弹的台侧 使台侧沿着斜坡滑轨高速滑行 在到达尾端时才会释放V1的弹体 实现快速帮助其提速的目的了 此时短短几秒钟之后 V1的速度就已经可以达到344公里了 这个可是一个好东西啊 不光导弹好 连下面的弹射滑轨也是个宝啊 二战结束 美军将掳获的V带回了国内 直直细细的就研究了起来 发现它的设计 正式解决自己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的 航母液压弹射器的完美替代方案嘛 诶 怎么我们之前就没有想过 要在气缸上面开个槽呢 试测啊 试测啊 但是他们又走进死胡同里面了 因为觉得德国人的化学反应生成蒸汽法呢 不够安全 他们自作聪明整起了火药爆炸法 理由嘛 很简单 火药的能量密度多高啊 那自然就可以让整个弹射装置 从重量到占用空间乃至于到复杂程度呢 都能大大的减小嘛 可是他们把问题想的太简单了啊 第一 如果只是弹导弹 嗯还好 因为轨道不长 哪怕开了槽也还能够hold得住火药爆炸式带来的剧烈膨胀嘛 但你弹的是飞机啊 滑槽就要够长 可一旦长了 那对材料以及结构强度的要求呢 就不是一般的高了啊 总之他们就是搞不定嘛 第二个 也搞不定的是啊 活塞呢是有一部分需要伸到开槽外面去挂飞机的 那怎么做到让蜜蜂在其通过室打开通过之后又再次关闭呢 哎呀美国人怎么都绕不出来啊 倒是人家英国人虽然也是偷使了德国的技术 却在点开了用锅炉烧开水 为这根开槽气缸提供蒸汽的技能术之后呢 一路走通了真正发明了现代的蒸汽弹射器 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自己也算是点开了一根全新的科技术的分支啊 电磁弹射 哎它有多好很多大咖都已经讲过了啊 我就不再搬门弄斧了 我只是特别佩服啊 居然有人用了6万块积木将我们的福建件 以厘米级的精度还原了出来真的是太神了 值得大家去围观一下 也值得大家在今天为祖国的国防强大感到由衷的骄傲啊 1951年6月23日 试飞员乔治邓肯呢正试图将一架最新版本的F9F黑豹战斗机降落在中途岛号航母的甲板上 但突然吹过的腰风把他的飞机直接甩到了甲板的边缘 战斗机被切成了两阶陷入到一片活海当中 哎这样的架势 你认为飞行员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吗 但幸运的是啊由于处置及时呢 乔治邓肯活了下来而且仅仅只是耳朵被烧伤了而已 不到半年他又开上飞机了 这段珍贵的影像不仅告诉我们 把飞机降到航母上是个多么危险的活 也让好莱坞捡到了便宜 把它作为素材直接搬运到了好几部电影当中 比如1976年的《中途岛》和1990年的《寻找红色十月》 当然在后者当中呢 他临时客串了一下更为现代的F14熊猫 如今舰载机在拙箭时呢会推力全开 所以不太可能再发生掉到甲板边缘的情况 顶多是没有挂上拦住锁后 再次从斜角甲板上付费了而已 造成损失的概率呢大降 不过在早期啊 航母是没有斜角甲板的 舰载机就是直冲着舰手这么笔直的降下去的 没有付费的机会嘛 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啊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给拦下来 还真是不惜一切代价啊 首先相对于现代航母上只有四条 甚至是三条拦住锁而言 直线甲板的航母上有12条拦住锁 诶 但这就够了吗 显然不够啊 万一要是尾沟拖了呢 你再多的拦住锁又有何用呢 那我只能把目标定在起落架上了 于是在12条拦住锁后面呢 还绷了5条拦住网 它长成这个样子 由上下两根钢缆组成 架设高度大约1米 通过拦住飞机的主起落架来制动 诶 你最好不要尝试真的用到它 因为我感觉它就是个半码绳嘛 飞机撞上去呢 非死即伤啊 是一种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做法 而且对那种采用前三点式起落架的飞机啊 牺牲作用还特别的大 好万一就算这样还是没把飞机给拦下来呢 诶 当然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啊 高约6米的主三网了 它由上下两条水平的横锁与数条垂直的条带组成 目标直指整架飞机的机身 不过相比起将全部自动硬力都施加在飞机起落架上的拦住网而言 它通过更大的接触面积呢 反而分散了硬力 使飞机受到的伤害减小了 尤其是它在材质方面啊 并无钢缆 只有又宽又软的尼龙 也使得飞行员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不会像前面的钢缆那样可能划过机头切进座舱啊 诶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啊 哪怕是到了现在 航母已经有了斜脚甲板和更加可靠的拄件系统 主三网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平时收起来紧急情况下 只用三分钟就能够架设好 还的确是救下了很多突发状况的飞机呢 要问哪艘航母最委屈金刚狼和黑雕一定会站出来 一边抹眼泪一边呜咽着说 哎呀为什么别的航母都能够在大海里面自由的航行就咱俩 只能在一座湖上面开开呢 但要问谁是最没有资格却被破格录取成为了航母呢 还是他俩 因为当别的航母都在烧柴油用螺旋桨的时候 只有他俩还在烧着煤滑着桨呢 怎么回事 原来他俩的前身啊都是运营在美国五大湖区的明轮游轮 最大的特征就是位于船身两侧中部用蒸汽驱动的外路的大将轮了 非常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 在没有被海军接管和改装之前呢 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尊贵的乘客从芝加哥带到其他各个港口 之所以用明轮也是出于提供更好的稳定性与舒适度 然而随着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情况彻底变了 美国海军需要在太平洋上部署更多的航母 当然也就需要更多能够在航母上起飞和降落的舰载机 飞行员了 找到合适的工具训练他们至关重要 而这两艘豪华游轮就非常合适 船身不大不小 改装不上甲板之后 长度正好是当时大量服役的轻型航母的三分之二左右 对于让飞行员掌握在较短的距离上起降的技术大有益处 于是他俩就成了特殊的内湖航母 到了1943年 大约每天都有一百名飞行员在这里接受训练 整个服役期间他俩加起来 一共迎接了11万6000次的飞机起降 训练出了17800名飞行员 可以说是绝对的幕后英雄 说是绝对的